很好吃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非常好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小时候的 我们最喜欢吃的 芝麻牛皮糖 芝麻牛皮糖我们主要是用 一杯的糯米粉 还有三分之一杯的末薯粉 就是末薯粉 我们用粉的时候需要一点水来调 只用了三分之二杯的水来调这个粉 可以用两大勺的铲油 糖是四分之一杯的白糖加上一大勺 而且这里是二三分之二杯的水 这个是麦芽糖 麦芽糖我刚才称了一下 就用这种大勺子我们只要用三大勺就够了 这个芝麻 一部分的芝麻 適量吧 一定要炒熟的 现在开始来操作 先把这个粉用水把它化开 倒进来以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三分之二杯的水 先把这个粉调好 调成那种很稀的那种糊 不够的话可以再加这个水 好 就调成这样没有颗粒状的这种糊就行了 现在我们开始来炒糖稀 我们要用这个不粘锅来炒 先把火打开 然后倒入水 再把白糖倒进来 这期间你可以不用管它 让它自己在这里煮 你只要把它煮开 这时候我们来放入麦芽糖 放入这个麦芽糖以后呢 就继续煮 那个糖煮的期间呢 我们来准备一点这个 这个辣椒 撒一点这个芝麻 现在是用大火把它煮开 这个炒制的过程可能要花点时间的 再让它起那种大的泡泡 就熬成这样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加这个粉 我们也不要一次加完 我们把它加分两次加 加进去以后呢 要赶紧就把它搅开 然后呢再把这个油也倒进去 这地方火要小小火 好继续炒吧 一直这样炒 这个地方炒的时候呢 这花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而且手啊你都会刷 一定要用不粘锅 因为它怕它会 黏住你看 这非常的sticky的 很黏的 炒到最后它都能抱团了 你看现在它还不能抱团的 你看它摇起来的时候 还是这样掉的 这样可能还不行 还要继续炒 好一直要炒到呢 你看都像这样抱团了 就可以了 都缩的一起来了 而且旁边一炒都能炒干净了 你看这锅边 一炒都粘走了 好 这就炒好 这样就好了 好我们趁热把它倒在这个芝麻上面 非常黏 非常的黏 上面呢 我们再把它撒一点 这个芝麻 非常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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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就把它这样放着 或者是放到冰箱冷冻一下 然后再来切 好 这个已经放凉了 就在这个板上面切 就在这个板上面切 好 做出来了 最后再切到冰箱 我们把我们切成冰箱 我们的肉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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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冰箱 切成冰箱 你去做好 切成冰箱 切成冰箱 这个牛皮糖就这样就做好了 这个甜度不是特别甜的 这个糖放的正好 如果你想吃喜欢吃甜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多放一点糖 你看这一个 一个个把它切好了以后 你看这可以拽到橡皮的 可以拉得很长 这就是牛皮糖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这一种 不这么甜的 而且这个也不粘牙 非常好 我看了很多有人做的时候 有的是全部用的是糯米粉 或者也有人用了面粉做 我这个是用了一些 糯米粉和墨薯粉一起做的 一样一点 所以这样做这个做法也挺好 很好吃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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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